Hello 大家好 我是巴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怪點 什麼叫怪點呢? 就不是怪癖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很個人很奇怪的地方 可能是一些很無謂的執著 很無論的原則 或者是一些很... 很無道理 但是又真的是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大家聽完我說的話可能就會明白了 第一樣就是我很不喜歡電話響的 我也不是很喜歡說電話的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電話響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些莫名的... 煩惹 有些人就會說 你別買個電話吧 電話有很多用途 我是電話不離身的人 所以其實久而久之 我很多朋友 如果我跟我朋友在一起 就是我們兩個人 我第三個朋友打來 他通常都會選擇不打給我 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壞到會不聽 如果我約了你的話 你問我在哪裡我覺得很正常的 我也會回答你 我去到哪個位置 但是我有些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無聊呢? 他就會無緣無故發出一個訊息給我 Where are you? 然後我就回答他在家 然後 What are you doing? 在上網 或者在看Youtube 通常第三個問題 今天不外出什麼 然後我就會... 無緣無故交代我在哪裡 我就會覺得很... 其中一件就是我沾水的時候 我會數一二三四 普通這樣沾水 就是這樣去倒水在杯子裡 我就不會數的 但是如果我是用水機 可能是沾熱水的時候 或者是熱水壺 還沒有按鈕 然後我就會數一二三四 然後我就會停的了 就算我不是真的數出來 我的心也會很自然地數一二三四 這件事我想很多朋友都跟我約 是很不喜歡戴傘 就是我覺得我出門口那一刻 不會說濕到塌了 見不到人的話 我都會選擇不戴傘 有時候出到街 就算我真的帶著一把傘 或者拿著一把傘 但是也不是很大雨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不開傘 但是我是拿著一把傘 下車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會找鎖匙了 就是我想正常看 會回到家門口 或者搭電梯的時候才找的 但是我會晨早就開始找 而且我可以找很久 走了一半路程才找到鎖匙 所以我很多時候 都提了很多去找鎖匙出來 如果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那段對話被同一個人打斷了兩次 我就不會說第三次了 不是因為生氣或者發脾氣 而是因為 一定是我的話題不吸引 或者不好笑 或者他根本沒有興趣聽 他才會經常打斷我的話題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生氣 就是不說了 我不說了 不要緊 也沒什麼重要的 不說了 那我就真的不說了 因為有一次試過 朋友真的 在三十秒裡面 同一個話題打斷了我兩次 然後我就靜了 我沒有再延續說下去 靜了 然後我就說 你繼續吧 然後我說我不說了 為什麼 不說了 不要緊 不說了 我真的死都不肯說 這件事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但小B說是其中一件奇怪的事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我被子會蓋著耳朵 而且我腳是一定要被被子包住 我覺得這件事不算奇怪的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腳 為什麼我會經常想套著耳朵睡 因為我很怕蚊子飛過我的耳朵 然後就咬 我會整個沒管動 睡覺的時候 是特別多蚊子在耳朵飛過 因為不知道 好像有些體溫 或者什麼吸引到 在你的耳朵飛飛飛 然後你就會聽到咬 我會打散爛 而且我會搞好久都睡不著 我心裡會好多的 其實蚊子是不會討我的 但我怕蚊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討厭那些聲音 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段 電話鈴聲很流行蚊聲做電話鈴聲 我真的生氣得爆 我完全不認識那個人 因為以前我上班的時候 是大公司 那個人是其他部門的人 我是不認識他 他整天都電話響 整天都在那裡 我真的 我… 哎呀 我也不知道 不能走進去 但我會… 哎呀 我可以快點聽電話 我求求你 我會很不舒服 那個蚊子的聲音 這是多謝林小B提供其中一個奇怪的點 這個點她覺得不是 但我和Candy都覺得是 因為上次跟她去韓國旅行 這個人是非常喜歡吃魚膏的 那她基本上是看到一袋魚膏 她就要吃一袋 她是每袋都吃 這個點子不是很奇怪的 我不知道 她們覺得很奇怪 對 我們兩個是看到一袋魚膏 喂 有魚膏要去吃 然後她就… 她就會吃 她真的… 我真的想吃魚膏 她真的想吃魚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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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吃魚膏 以後你只是吃明冬那一袋 不是啊 東大門好吃 APM旁邊有一間 是用… 很多都是 其實 用蟹去湯 對 用蟹去湯 但真的很好吃 因為有兩間 一間是非常多人的 那間是魚膏很大辣 很好吃 另一間是少人 但是湯真的很好吃 比明冬那間 好吃 哦 即是要去那一間吃飯糧嗎 對 就是這樣 一袋一處不過分 真的很奇怪 我不說 你很喜歡收拾東西 我很喜歡收拾紙巾 其實我不是喜歡收拾紙巾 我是很不喜歡有些紙巾在桌子上 如果我看到桌子上三秒 我已經開始要頂不住 誰 誰發張紙巾在桌子上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這些紙巾抹什麼 很難看 但是 我又忍不住去收拾它 我通常都會拿一張紙巾 就會包了那些紙巾 就是浪費了兩張紙巾 但是 我是很喜歡收拾紙巾 我真的頂不住那些紙巾在桌子上 即是有時候 跟朋友去喝飲料 很自然很慣性的 沒有垃圾桶 就會放了那些紙巾 在桌子上 唱K才算 等一下 我就會頂不住 我會拿一張紙巾 把所有紙巾包在一起 再拿一塊 再整齊地找地方放 可能剛才想了很久 有一樣奇怪的東西 就是 平時我們開門 可能去一個商場 沒有一塊玻璃門 然後沒有一個手柄這樣推 正常這樣一滑 當這裡一滑 那是不是會這樣 但是我會這樣 撞住上面那個位置 這樣推它 你們明白嗎 因為我很怕骯髒 但是我又要開門 那我就會這樣 盡量用最少的位置 去觸碰那個東西 去開門 還有有時候 坐地鐵 火車 有時候都要扶東西 那我就是 又是用這兩隻手指 還有我平時是 抹大腳這樣站 我盡量都不想碰到任何東西 然後如果真的太錯 或者有些位置 就會盡量用兩隻手指 輕輕地碰到那條柱 如果碰到的話 總之開門我就是開上面 所以大家不要霸了我上面來開 讓我開那個位置 你們開下面那個位置 因為有一次我試過 其實我一向都是開上面的位置 但第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為什麼就這樣開 就糟糕了 有一個人打黑癡 打到那條柄濕了 你知道噁心到的程度是多噁心嗎 真的很噁心啊 真的很噁心啊 我不喜歡走坑渠上面 如果可能是一條路這樣才算 這個位置有一個坑渠 那邊有人來 我還是會不走坑渠的位置 我會抱過去 如果有時是整排坑渠的話 我就會讓他走了 我才走回去 我是死都不走坑渠上面的 你怕掉下去嗎 不是 坑渠是被人拿來吐淡 或是便宜的 我經常覺得 因為我不會走在坑渠上面 某程度上來說 其實我是有極多的強迫症 這個奇怪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變態的 就是 我是 很享受一個很不開心的情況 我是 我會有時要給自己一點時間去悲 你會不會這樣 就是 我很喜歡點蠟燭的 那我怎樣呢 可能晚上 我關掉了燈 然後我就會點蠟燭 那我現在關於星星燈 那我就會點蠟燭 開星星燈 聽慘歌 然後就去悲 去悲傷 這件事很變態 其實 但是 我是有這個癖好 這個是癖好 不是怪的 怎麼那麼簡單 很喜歡這兩隻公仔 我覺得很搞笑 我覺得很搞笑 很不平凡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覺得很可愛 搞笑 但是我 每次這樣拿上來 告訴一些女生朋友 看他們都會 是反感 他們不是不覺得漂亮 那麼簡單 他們是反感 神經病 很噁心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尤其是這隻四腳拍拍 真的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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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覺得這件事 是奇怪的事 但是 小B說是 我照說 其實我是一個很 雙重性格的人 來的 剛剛都說了 我很孤僻 其實 我很需要自己一個人自閉 怎麼說呢 有時候很矛盾 我又不是很喜歡跟別人自閉 我不是很喜歡不停地說話 但我又很喜歡認識不同的人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會覺得 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很多不同的經歷 我很喜歡跟他們去聊這些很私人的事情 去分享他們的故事 或者我分享我的故事給他們聽 但是其實 我又很不喜歡跟別人自閉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這件事 但是 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們明白不明白 但是 有時候很奇怪 真的是這些 我真的覺得自己 不是 什麼 因為你那些 你是真的 真的跟別人 用心去聊天 交心 不是自閉 是假的 你那些是真心的 我就是這樣 現在在讚自己 真心聊天 我喜歡跟別人 真心聊天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一群人 圍圍圍的 是嗎 但是我很多事情 我都很 很矛盾的 其實 真的 我孤僻的時候 我又覺得 需要多些人一起 多些人一起玩的時候 我又會 有時候很想回家 快點回家 孤僻一下 其實還有很多 真的 還有很多很矛盾的事情 例如是 想不到 我覺得人生 應該是充滿挑戰 和意外 好像我說去旅行 我不喜歡計劃行程 一樣 如果一個人生裏面 沒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沒有傷心 或者沒有意外 任何事情都很順利 或者是 很多人會幫你完成的話 我覺得 這個人生很不精彩 我覺得人生是要痛苦的 很變態 很多事情是當你過了之後 痛苦之後得來的得著 是大過你 好開心 很多人幫你完成 那個得著 都是成長的問題 那些是屬於你自己 真正的成長 你覺得是不是 你覺得 人生是否應該要痛苦一下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懂得享受的 對 我是享受的 很變態 其實我真的很變態 如果我逛街 跌倒了 跌倒了地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 立刻起來 我是會跌倒在那裡 然後傻笑 然後在地下笑完一陣 我很期待有人扶我起來 當然是旁邊的朋友 我覺得這樣是好過 我跌倒了之後 立刻起床 那一刻 很狼狽的 很龐狼的那一刻 那個表情被人看到 我會覺得更難看 反而我覺得 跌倒了之後 在那裡嘻嘻嘻嘻 我覺得 好像 沒有那麼難看 反正大家都看到我跌倒了 所以我真的很久沒有跌倒過 但是 以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每一次跌倒 我都會 嘻嘻嘻嘻嘻 生羊蔥很奇怪嗎 因為你明知自己吃完 都胃痛 你也要去吃 所以就有什麼奇怪 蛤 你叫明知不過不過 為而為之 那我經常都是這樣 啊 我記得有什麼奇怪的事 還有兩件我一定要說 就是 我是很不喜歡看醫生的 我是有病 也不去看醫生的人 如果我真的病到我去看醫生 然後我很乖地吃 我相信那次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雙風感冒 我經常覺得雙風感冒 還有胃痛 是不需要看醫生的 因為 我最討厭就是 坐在一個診所裡 又沒有工作 然後等很久 你知道香港的醫生 進去後 他就好像 跟你聊了幾句 然後就抬出來 然後又是給你那些藥 我覺得整個動作 又浪費錢又浪費時間 還要他有沒有熱誠 有時候有些位置 我媽媽經常叫我去看醫生 逼我去看醫生 我都是不看的 一直拖一拖 一直拖到病情的中間 我又覺得不需要去看 然後我最後都是沒有去看 有一陣子我還沒染 CRAZY COLOR 那一陣子我去發育屋 去得多一點 正常地 我差不多一年至一年半 才會去一次沙龍剪頭髮 因為我是很不喜歡去沙龍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很不喜歡人家弄我的頭 我是會很怪 很奇怪 很尷尬 當他幫我洗頭的時候 我是會很緊張 我的眼睛不知看哪裏 我會開一下 合一下 身邊看 整個手也整一下 如果他問我 我的頭是不肯 又或者是 要不要按一下 我會說不用了 麻煩 我想整件事快點完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 被人按的頭 覺得很舒服 但我自己會很緊張 很想快點完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個是這樣的 我相信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而且我都不太喜歡 在沙龍逗留那麼久 每一次我剪頭髮 或者什麼都好 我真的很想 很想快點完成 快點離開 我是對 法廉屋有一個抗拒的感覺 我是近一兩年 才會去藥房買洗腦水 或者買藥 我以前都是會去胃腔 為什麼我不去藥房買 因為藥房通常很多都是男人 我對男人是有少少的抗拒 所以我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不去藥房買 但是近幾年我可能 個人變大了 沒有那麼抗拒 或者沒有那麼害怕 我是某程度上來說 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近兩年就開始自然一點了 因為家裡附近真的太多藥房 我小學和中學的時候 我是不讓任何異性去碰我 我是會縮 說他 所以果然有知 其實很多男生 他對我都會有少少避忌 不知道是不是 我試過有一次有個男生 有些男生很壞格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不知道 就無緣無故搭著 收起來 然後我一下子 就說男女受受不親 然後他呆了 整個樣子是呆了 然後曾經有一次有個男生朋友 是真的朋友 他問我 其實你是否被人性騷擾過 或者非禮過 為何你會 為何你會這麼害怕男生 然後我是 我呆了 這次 我是不知道我被人的感覺 是這麼強烈 害怕得 好了 今次我的怪點分享 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有什麼和我相同 又或者有什麼 你想分享一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想我拍多點這類型的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我們下次見